各位考生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有关于我们公民这一科的一个书籍的一个介绍 那首先呢我们会先把公民这一科跟国家考试的这部分 做一个说明 第二个是关于考试的趋势的一个大概介绍 第三个是关于本书的特色跟一个介绍 那首先我们看到公民与国家考试 那我们要再强调一次就是说 如果各位考生你是要考公民这一科的话 你一定要先去看清楚考选部所公布的一个命题大纲 它所规划的一个重点 那透过这个重点呢 其实是让你能够更有逻辑的更清楚的知道 你应该读的跟你应该背的是哪些东西 那我们透过这个考选部所公布的命题大纲 我们可以看到它主要有四个领域 第一个是个人家庭社会以及文化 那第二个是国家政府与政治 第三是民主与法治 第四个就是生产分配与消费 那当然它细部的这个大纲内容的话 我想各位手边应该上网你都可以看得到 那我会一直强到这个东西就是因为说 你透过这个大纲 这也可以成为你自己在练习一些考古题 或者是针对时事的时候 你怎么去做整理分析 以及我们运用这本书的时候 你怎么去补强你自己比较弱的一个部分的一个依据 那接着我们看到的是考试趋势 那考试趋势这里我们要讲的是 当然在公民这个考试历年来的考古题的分析状况之下 我们发现其实它是基本提醒为主 但是它是会加入时事提醒为辅 也就是说在公民因为它的命题范围真的是比较广 那确实它的深度可能没有像其他类科那么难 但是它所表现出来的广度 也就是你要涉猎的一个东西是会比较宽广的 所以才会一直不断的提醒 就是一旦有新的重大社会或者国际议题发生的时候 你就要去思考这个会成为在我们刚刚所说的命题大纲里面 哪一个部分 然后它可能会怎么样考 那第二个是说命题的分配 其实理论上按照这个命题大纲来看 它应该是合理的来说 应该是一个平均分配 不过当然我们必须想要是 在命题这一块 这个是属于高度专业的部分 所以说它只是列出命题大纲 但是如果按照我们这几次的一个新的考试 这样看下来的话 它其实它都会侧重在政治法律跟经济这三个部分 甚至说我们还是要提醒的是 在经济的部分会有很多计算提醒的一个出现 那也就是除了一些基本概念之外 它会要你动手去算一些简单的数字 那这一个部分其实在我们之后的一个考点分析的话 我们会再做进一步的说明 那第三个就是在因应这样的考试之下 其实在我们签华的一些系列书籍方面 各位考生可以多加利用 因为我们这一系列书籍 其实都是有针对这样的趋势 跟这样一个状况来做调整 那当然也要提醒你 就是在这些科目有一些大师级的作品 你也可以自行参佐去选用的 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这一本书的一个特色 那我们这本书其实有三个主要的特色 分别是全面性 实用性 以及学习性 在全面性的话呢 其实我们是因为按照着这个考选部的大纲来编转 那所以说在考试的重点方面 我们是全面都有一个参照到 更重要的是在我们书籍里面 会有补充大量的资料跟延伸的阅读 所以我们才会说 这是一本具有全面性的一个教科书 那第二个是实用性 实用性这个部分的说 我们会这样讲是因为 在精选试题的部分 其实是我们把相关的考古题 把它汇编进来 那更重要的是说 这些考古题我们有去做分析 那这个分析其实就会 补充了很多比较新的一个知识 跟它可能容易让你混淆 或者是类似的概念 那这对你的学习来说 它是具有实用性的 那最后一个学习性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在这本书里面有大量的试题的 除了原本的考古题的练习 跟考古题的解析之外 其实我们有大量的模拟考题的一个改编 那在这里面我们有增加了很多 就是如何怎么帮助你去理解跟记忆 甚至是说这一些 概念的一个地雷区的一个提醒 所以说这是我们这本书的三种特性 那在这本书里面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它主要分为四篇25章 那这四篇分别就是按照考选部的大纲 我们依序的分类就是从个人国家 法治到经济 那我们这里面的一个编排的方式 跟它一个测中的一个地方 就是从公民的一个基本知识开始延伸 那我们尽可能做到实事的一个补充 那针对国家的运作 新修的法规 政党与选举 跟重大国际经济议题 与经济的概念 这都是我们这本书所侧重的 那在附录的部分 我们就有放入了最新的考题 跟最新考题一个分析 那以上就是有关于 这本书的一个说明 这本书是有关于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